从画面上可以看到警方迅速下车往蓝色小客车方向冲 就怕对方开车溜走不断威吓对方下车 车上的男子吓到不敢轻举妄动 警方大汗不要动他也只能乖乖配合 立刻遭拉下车压制在地 车上还有一名妇人一脸茫然也被远警带下车 而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插点受骗上当 新北市板交区远警接获报案 一名男子表示自己的太太好像遭到诈骗 这名遭骗的水电行老板娘日前在通讯软体上 收到一名自称是夜门医生 两人开始热络聊天 其中男子会以亲爱的可爱的妻子等亲密的方式称呼对方 但老板娘陷入爱情之后 再告诉对方自己的女儿急需医疗费用 老板娘多次汇款面交高达336万多元 在她的先生察觉有意下阻止了这次的面交 当场逮到两名车手 查扣不法所得96万4276元 民伤害 一定问题